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 肯定长官李嘉超说 未来会持续做好解说和公众教育 让大家更了解法律的内容 要做到最有效益 政府会结合国家安全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文化教育共同推行 政务司司长会通过工作小组 领导这三方面的工作 分别在学校层面和社区层面推广 并且善用不同的媒体平台 做好传播工作 国家安全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文化教育 融合推广 既可从中华文化 中国历史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等的丰富内容 增加教育和学习的兴趣 更加可以将守法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 融入于日常的生活和个人持续学习中 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